大家好 这里是家住美国平台主办的讲座 自疫情以来 家住美国举办了很多场讲座 如果有感兴趣的朋友 可以到抖音快手小红书 搜索家住美国 关注我们 上面不关有讲座的精彩内容 还有很多你不知道的小知识 欢迎大家去观看我们更多的精彩视频 我们本次讲座有请到的是 来自IFG优富理财CEO王顶时先生 那么王顶时先生是美国斯蒂文森大学 电脑工程硕士毕业 从业保险金融行业14年 在大都会纽约人寿都担任过管理职位 拥有丰富的保险投资理财经验 是业内知名的资深理财规划师 那团队拥有兼联律师会计师 常年为华人社区提供优质服务 那么接下来的时间 我们交给王顶时总经理 为我们带来精彩课程 好 非常感谢我们家住美国 又一次机会给我们大家来 这个平台来分享一下 我们保险理财 这个财务管理这方面的知识 那今天我做一个非常简洁的 但是非常重要的知识的分享 因为现在疫情过后 很多朋友之前买的保单 或者是之前考虑过做一些投资的项目 全面的都需要一些更改 特别是长期护理方面 或者是我们说是生前福利方面的一些规划 之前我们看到的常规的保险产品跟理财产品 着重于cash accumulation就是存钱 那对于这个生前的福利 就是用钱的时候 或者是赔偿的时候 都是着重于在身后 所以很多朋友说 我买一个保险 那或者是我买一个年金 还是退休金 我到时候要拿钱的时候 我是可以拿终身吗 我是可以不交税吗 我是可以剩下的钱留给孩子吗 那都要看您当初这个产品是怎么规划的 经常我们会发现有些产品呢 它是真正是为了身后福利的 而不是为了身前福利 那我们这边一个powerpoint 那我跟大家分享一下 那我自己呢 是在这个保险行业做了16年了 那我们当初在大都会 做这个产品经理的时候呢 就是要跟很多朋友 就是分享他们的规划嘛 往后特别是他们公司里的规划 一般我们的客户 都是在华尔街的新机 金英 他们可能已经有401k pension 往后自己一些投资方面的规划 可是呢 他们保险方面几乎是没有的 甚至是在长期护理方面呢 我们可能看到10个人里 可能只有一个人 有这种长期护理的这种规划 那有朋友说就问了 这这么多产品 什么产品更适合我 那我们现在市场上看到的 最火的几类产品 比如说就是终身退休金呢 长期护理保险呢 一些我们说叫做age bracket的财富理财工具 就是说你多大岁数 它根据你的岁数 做给你做一个投资跟风险管理 财富管理 往后人寿保险 这是我们中国人的朋友啊 市场啊 就是看到最多的几类计划 那哪个计划最适合你呢 不是说哎 您这个经纪 见到你说 哎 我们给您申请个终身退休金吧 还是给我们给您申请个长期护理吧 我们做一个财富管理的规划吧 开个信托 还是遗嘱吧 还是说哎 突然就说 哎 你这个人 我们用人寿保险来做个教育基金呢 这个都是一些促销的手段哈 就是有些朋友他们会把这些字啊 这个我特意把这些字做得有点模糊啊 因为这些字听起来是非常好 可是你真正去把它变成一个产品 去用它的时候 你有很多这种 呃 不明确的地方哈 不透明的地方 就是比较容易让我们啊 选择了不是真正适合自己的产品 那我今天就去跟大家分享一下 这个有什么区别哈 那今天的选择明天的幸福 这个真实我们做这些理财规划的时候 很多不是说做今天的规划 而是说今天我做个规划 今天我把呃 钱省下来 我自己先存个15%给自己 然后剩下的钱再拿去花 就变成你今天的生活 可能假如说不做这个规划 可能会更好 对吧 你手里有更多的钱了 可是明天 当你明天要花钱的时候 你也没有存下来任何钱 所以今天你要做个选择 明天你就有更好的幸福了 那在你选择的时候呢 你要我们着重跟大家分享几个 就是退休金方面啊 第一退休金方面的种类 退休金到底有多少种 我们到底用哪一种合适 很多人觉得退休金就是一种产品 其实退休金包罗万象 就是连你放在家里的这些现金 也是可以说你退休金的一部分 但是不可能全部都放现金 全部都放现金 你也有这种风险的 那第二呢 是长期护理的产品 长期护理呢 很多朋友他说 我就是已经申请这个Medicare 我用白卡来做长期护理 可不可以 白卡或者是Medicare 这是我们美国这边呢 是最好的健康保险了 问题是他也不是所有的医生都收 而且呢 他这个要求你有非常低的收入 非常少的资产 这个都是一些问题 那有人说我根本就不需要长期护理 我自己就存个钱 我有退休金就行了 所以这个呢 长期护理是一个很多人忽略的一个地方 现在我也想跟大家分享一下 第三呢 就是财富管理常见的问题 就是当你把这个财富呢 管理的好的时候呢 可能你这个退休金的问题 跟你长期护理的问题 就不会存在了 但是问题是很多财富管理的问题呢 是你不能避免的 包括一些政治问题 都是不能避免的 那第四呢 就是今天希望您听完之后呢 给自己去做一个选择 去说我应该做些什么东西 我应该学些什么东西 今天您来听我们这个讲座 已经是向您的幸福 跨出了很大的一步 问题是 这一步能不能真正 让您今天做出一个选择 那自己给自己插播一个小广告 我们IFG这个优富理财的平台呢 Imperial Financial Group呢 是一个综合理财平台 我们已经包集到财产保险 房地产管理 投资理财 人寿保险 健康保险 然后店面保险 商业保险 这些我们都有规划 然后我们这边的律师呢 给大家非常好的 20%的一个discount 帮大家做信托 跟遗嘱方面的规划 假如说有朋友想做信托遗嘱 或者对信托遗嘱有问题的话 希望大家赶快就是联系我们 我们的律师给您非常好的一个优惠 那我们的目标呢 就是把这个市场的混乱变得清洗 通过系统的培训呢 帮您拿回真贵的选择权 很多时候您的选择权是 因为一个经纪给您推荐了一个东西 你说OK 这个东西不错就买了 但是没有真正去选择 而是被推销了 那你假如说您决定参加我们这个平台的话 那我们是用培训 先把这些知识给您 往后呢 再看是不是有什么东西是合适您的 往后您可以自己做一个选择权 当然是同时我们有丰富的佣金 跟这个机会打造一个静态的收入 帮您自己查一个小广告 希望今天您听到的 你可以学到一些 怎么去为自己规划以后的 这些财务方面的产品 那我们很快就讲到这个退休金的种类 退休金的种类 大家肯定对涉安金 这个social security是非常了解的 因为这个我这边写了 每个人的内定退休金 内定退休金 很多人他没存过的退休金 或者是对退休金有一个反感 就是说一听人家说要介绍退休金 就是要让他买保险 就是要把他钱放在哪年金 往后就拿不出来了 往后就不做 然后到最后发现他唯一的一个退休金 就是我们说的social security这个涉安金 对吧 这个涉安金有几个问题 第一就是它是涉安金 它是要报税的 不是说你拿涉安金是免税的 就很多朋友现在拿这个unemployment 就是失业金 发现失业金也是要报税的 对所以在你这个在美国报税是一个很大的问题 它影响了你后面其他的福利 假如说你涉安金拿的比较多的话 你可能后面的国家的一些老人公寓 国家的护理计划 国家的白卡 红蓝卡 都会受到波及 所以涉安金非常好 但是不能做一个完全唯一的一个收入 金额上限很低 上限低 我们看到这个目前最高的上限 也就是在3500块钱这个范围 为什么呢 因为它美国一直都有一个叫做 salary basis earning basis earning basis是个什么东西呢 就是说你一年赚多少钱 是最多到多少数字 是能算在你这个平均的收入里的 之前我们都是在 11万5左右 11万5左右 假如说你赚了超过11万5了 您赚15万20万 没有用 它还是按11万5去算了一个退休金的 所以我们看到这个金额上限很低 那你3000块钱 你说3000块钱现在也够了 您可能不了解现在市价 您去看一下这个房子现在多少钱 房租现在多少钱 对吧 之前你出去买个披萨 可能一块钱 现在买一个披萨 两块五 所以这个 而且涉安金现在受到很大的挑战 因为当初设计涉安金的时候 有很多年轻人 就是他们多交税 你就帮你付这个涉安金的钱 你就可以享受人生了 可是现在年轻人越来越少 就是我们走入这个老年化 这个老年化的话 大家都是在拿退休金 但是没有往退休金里放钱 你说就变成这个退休金 这个涉安金的钱越来越少 所以我们有一些朋友已经在问了 说我现在到62岁了 我可以拿涉安金了 我是不是要等 我要是等的话 我能拿的更多 可是我要是等的 要是国家没有这个钱给我了 怎么办 这个是一个很大的问题 因为目前来看 这个soul security还是够大家用的 可是再过个10年20年 这个就很难说了 为什么 因为我们现在这个目前看到交税的人越来越少 很多人都是拿这个unemployment 所以这些钱本来是放到soul security的钱 现在没有了 你说这soul security的钱到底是从哪里来的 怎么跟别人报税有什么关系 你这个每次报税 W2还是你是1099在美国散工税还是全职税 你有一个叫做FICA FICA 就是Federal Insurance 这个commission 它是一定要收你一个差不多15%的税的 15%的税是什么 就是这个涉案金 就是这个涉案金 Social security跟Medicare tax 这个15%是每一个在美国工作的人都在交的 那你说我不交 我就是赚现金的 那您到时候 这个social security就非常的少了 因为它是按照您过去平均一个十年交税交的最多的一个平均值去推算的一个钱数 假如说您这个报税都一直都是报的非常少的 您这个拿回来的涉案金也是非常的少 所以可能要考虑说要不要做一些别的规划除了涉案金之外 那刚才已经谈到了 它影响国家医保福利 就是刚才自一开始我也谈这个长期护理 或者是百侃 或者是这种老年中心 或者是家户 这些都是一些国家医保的这些福利 你要是涉案金拿了太多了 是报税多了 这些有可能你会拿不到 或者是折办 缺乏灵活性 这个涉案金你说你62岁 你才能拿 你说你早拿吧 它不给你 你说你晚拿吧 很好 晚拿它每年给你涨8% 最多涨到这个72岁半 你不拿它就开始就要找你罚款了 72岁半 一般人就是62岁就开始拿了 或者是它在这叫Full Retirement Age Full Retirement Age 一般我们现在看到是67岁 66岁67岁叫Full Retirement Age 那个时候再去拿 但是你不拿还有罚款 往后你还影响你税 所以你是有很多不灵活性的 你说我不拿 它能不能到时候一笔给我 不可能 也没有中间说停的 你说我拿这一半 我现在够钱了 我能不能把这个钱留给孩子 没有这回事 你拿着就是你的 你不拿国家 你还给国家 你也不给你任何东西 所以它就是给你开始发了 你就得一直给它拿着 往后你要是拿的 你62岁拿了 拿的少了 你72岁拿的多了 中间你还要考虑说 这个涉案金 它够不够钱发你 对吧 有很多人说 它这个涉案金发了一半 就不够钱了 所以这个都是你要考虑的 受通货膨胀影响 这个涉案金是这样子 它一直 它给你发了之后 它现在根据你过去十年 这个最高的收入 一个平均值 那个收入跟现在的生活的水平 有一个通货膨胀的问题 就是我说了 你当初这个一块钱 买一块披萨 你现在两块五才能买披萨了 这个钱就已经不值钱了 这个受通货膨胀的影响 无法积累 无法传承 无法积累 无法传承 就是你拿了 你要是想说给你孩子 什么 现在给可以 你说以后留给他们 就没有这个可能性了 所以涉案金本身非常好 但是你一定要考虑说 你有没有交这么多水 拿了之后 会不会影响 假如说你想传承的话 这个钱要不要也做一些其他的投资 OK 你说好 我除了涉案金之外 我还有别的 我还有401K 我当初参加公司 公司给我401K 还有给Matching 有些公司的401K是说 给你3%的工资 你放多少公司再给你Matching 3% 100%的Matching 那是非常好 那是肯定要投的 但是有很多公司 现在是没有Matching的 就是说你想往401K里放钱 你放吧 公司一分都不帮你放 当你有这种计划的时候 你就要考虑说 是不是还是要用公司的401K 或者是你可以考虑说 用自己的一些理财方面的规划 那你说OK 我401K后来离开一个公司 我转到IRA了 OK 那IRA比401K可能稍微好一点 因为这个401K呢 它是公司的规划 假如说公司出了什么问题 还是有权利从你这个401K里 给你去看 比如说它Matching给你 1万块钱 那你可能在那做了10年 往后呢 只能拿这1万块钱你的8000 它公司还有可能回来 把你那个叫做Non-vested 这些没有Mature 没有成熟的钱 你是拿不走的 所以CN1K是公司的计划 所以还是要小心 IRA呢 就是个人计划 就比较方便 是你自己管理的 没有人会去说你怎么拿钱 或者你放在哪 你的这些选择性就比较强 所以我们一般的建议 您要是有401K的话 考虑把它转成IRA 那你这个IRA 401K 个人抵税退休金 或者是公司抵税退休金 你放进去钱了 它呢 也是需要上报个人所得税的 你拿出来的钱 都要报个人所得税 你当初非常好 就是放钱的时候 你可以抵税 但是你拿出来的时候 都要报个人所得税 你说你拿出来的时候 你要去算账了 你不能随便拿 你随便拿的话 你变成税很高了 你说有一个人 他那个退休金里面有100万 他每年拿个2万块钱出来 这叫minimum distribution 太多了 不好意思 今天我是讲的范围比较广 但是我不想讲的太深 讲的太深 就没有这么多时间了 那就是说你这个拿多少钱 非常重要 什么时候拿非常重要 经常会发现你这个 影响你国家的医疗保险福利 往后呢 你不拿 他要罚款 你拿多了 报税还多了 所以这个缺乏灵活性 往后呢 管理程序复杂 特别是401K 你要是换了一个公司 那个公司 那个管401K的人 现在没在那了 你就变成找不着人了 所以我们建议大家 还是转到IRA 稍微管理 就是清楚一点 那积累呢 跟传承费用很高 之前呢 我们有一个叫做 这个stretch IRA 这种stretch IRA 这种计划 可是呢 最近因为这个国家又改法律了 这种stretch IRA呢 就没有了 现在呢 就是你要是有401K 你是留给孩子了 留给家人了 他必须在10年之内 把这个所有的钱都拿出来用 他要是没用掉的话 那国家就让他交税了 你这个401K 你要是放个几十万的钱 一下子让你交这么多税 几乎是没人受得了 所以这个积累 传承费用是非常高的 所以是不建议大家用这种401K IRA这种去传承 好 OK 那好了 你说 好 我不用数安金 我不用401K 我也不用IRA 我自己投资 请吧 我买比特币 哎呀都翻了十倍了 真是 不用谈了 没得谈了 我就是没赶成这个 没有这个脑子 就是假如说我当初买了比特币 可能也是发达了 但是呢个人投资风险非常高 指数非常非常高 容易套牢 容易踏空 就是说你进去了 他那个低了 然后你就出不来了 然后呢你出来 想出来的时候呢 他又低了 然后你就你又出不来 就是就是你那个钱投到一个地方去 你要是想低买高卖 是非常复杂 特别是你着急用钱的时候 你都没办法 你有的时候你亏钱 你也得把它卖了 这是投资吧 而且呢你这个收入呢 还是要报个人所得税的 你没有说我投资 买了个房子 卖了 不交税的 那个都是说 有 有那个什么 1031 exchange 往后有什么exemption 这些都有 但是呢你总的来说呢 一般投资 你赚的钱都是要交税的 所以你要问一下你的会计师说 你投这些会不会影响你国家的医疗福利 还是缺乏灵活性 对吧 还是缺乏灵活性 你因为不是什么时候你想拿钱就能拿得出来的 管理是肯定是复杂了 因为你假如说你是房地产投资啊 还是其他的比特币投资啊 你这个从哪里买的 卖的时候要不要交税啊 然后这些文档的管理啊 都是一些问题 积累跟传承 这都是非常复杂 你就是现在你把这个钱要是留给孩子 都是有这个 遗嘱的审核的问题 假如说您现在还没有写遗嘱 还没有再做信托 我又给自己做个广告哈 我们IFG平台有一个20%的优惠 给大家啊 机会来做你自己的这个遗嘱跟信托的规划 好了 那 说了半天这个各种的储蓄啊 退休金啊 好像没听出来有特别好的哈 但是是综合的 那我们继续往下讲 就是好 我那个退休金我就都做吧 啊 我有涉案金 我也做40EK 我也做IRA 我都做了 往后 我看看这个 呃 长期护理 我要怎么对付 因为你这个退休之后呢 最大的费用 就是你的长期护理了啊 假如说一个人他呃到这个护理啊 这个Caring Facility啊 就是说呃职业护理呃这个机构去啊 进行护理的话 你差不多有高达5万块钱啊 一个月高达5万块钱的费用啊 就是非常的贵啊 对吧 当然说你可以说我找那个呃最便宜的啊 我找那个1万1万块钱一个月的 有没有也有啊 你找那个家户啊 你自己请一个人呃花个两三千一个月也有 我们就说你三千块钱一个月请一个住在你家里照顾你的吧 你一年都要快4万了 所以这都不是小数目 那一般人呢 他需要护理呢 一般有3到5年会需要护理3到5年 你想你一年4万 5年就20万的费用 20万的护理费用 这还是自己请人了 还不要说任何这些专业的服务都没有啊 那那我们怎么办 我们看到第一个这个护理计划哈 就是国家的白卡啊 Medicaid Medicaid plan 那Medicaid plan呢 最好的地方呢 就是它是全免费的啊 全免费的 但是呢 你的收入呢 一定要在它的范围之内 假如说你这个收入太高了啊 你就没办法拿它这个Medicaid 他就说你不合格啊 说你不合格 甚至呢 有一些人拿了这个Medicaid的计划之后呢 他这个后面查到他说他不合格 还要把这个钱呢 给他收回去 甚至呢 甚至呢把房子没收了啊 就是有很多这种后患啊 前面说是完全免费 后面还有很多后患 那 每年审核要求高啊 每年审核的 不是说你今年你费 这个收入低了 没工作 你参加了白卡 你就不用管了 明年你要是来收入了 或者是你开始拿401k了 你开始拿失业金了 这个都会影响你这个白卡 那你说你不知道 你就用着 到时候 他就会来找你了 他甚至把房子 或你的银行账户 全部冻结啊 就是把你这个白卡的费用 他会收回去啊 所以这个你在用国家的白卡 作为这种长期护理的啊 费用的话 你是要非常小心的 那他就很多医生 他不收白卡啊 不是说你用了啊 你就拿到很好的服务了 很多医生因为他是 这个白卡是 这个州政府的钱吗 这个州政府 拿了这个白卡的钱呢 他他是可以说 他是给你用多少 你这个医生是治癌症的 他给你五万块钱 那个医生是治心脏的 他给三万 他倒是这个医生 要是非常好 他很贵的话 他就他不收你啊 你想找个好医生 人家白卡还不收你 对吧 然后呢 管理这个程序复杂 那你就不用说了 填很多表啊 特别是你每年要 看着你这个收入 不能超哈 无法积累 无法传承 没有说啊 你说我这个 Medicaid这个 我要是没用你这个 我能不能留着 我能不能给孩子 没有这种说法 身后管理啊 繁琐啊 就是你这个用了人的钱 你挺高兴的 到时候你有房子 他找你一把你房子收回去 从你儿子那边把你房子收回去 这个就是非常复杂 所以你的信托啊 遗嘱啊 往后你房子的拥有权呢 在你用国家政府这个白卡 做长期护理的时候 是非常重要的 你非常要注意 你这个其他的资产在哪里 往后才用这个白卡 不是说白卡不好 是白卡是非常好 但是用起来是非常小心 OK 那好了 你说我这个不用你白卡 你那个 我这有收入 我有401K 我又开了IRA了 听了你的讲座 我也买了些比特币 就什么都有了 那 我这个收入太高了 那我怎么做这个长期护理 你有一个红蓝卡 但是这个红蓝卡有一个问题 他这个红蓝卡呢 他只包你最多100天 长期护理 在长期护理方面呢 红蓝卡是一个非常昂贵 往后呢 这个coverage 就是保得非常少的一个计划 但是他也是国家的计划 他是每一个人超过65岁 在美国 你都可以 sorry 都可以去申请的 所以呢 他这个 你65岁一定要申请 这个红蓝卡 要不然他还有罚款的 那他但是他有费用 不像白卡 你可能说 这个费用 你不用交 但是红蓝卡这个 每年的费用 你是必须交的 那每年 也是有审核的 当然说有一些公司 他有一些 advantage plan 帮你去付一些 vilement 一些药的费用 是非常好 所以 这就比较复杂了 因为 medicare本身是 就是一个 另外一个讲座 我们经常有 我们一个 ifc的平台的专家 Shina 余小姐 她是 在我们的平台上 帮我们做 这个红蓝卡的 专门的讲座的 希望下次呢 大家有机会 也来听 但是呢 红蓝卡本身呢 做长期护理 是非常差 往后 他这个费用 也是比较贵的 你可能一个月 两三百块钱 都在交 这个medicare plan 所以 100天的 长期护理 可能 不建议 大家用红蓝卡去考虑 但是正常的医疗方面 红蓝卡 也是一个 非常好的选项 最好的 还是白卡 OK 那你说了 OK 那我要不然 我做一个 自己的 长期护理保险 对吧 你刚才说 这个白卡 我申请不了 红蓝卡 只保100天 往后 我这个 投资方面 我拿出来 一个报税 一大堆事情 到时候股票不好 我拿出来还亏钱 那要不然 我自己做一个 长期护理规划 那很好啊 长期护理规划很好啊 每两个人 里面 有一个 就需要 长期护理 两个人里面 有一个 就需要长期护理 可是呢 真正去做 长期护理规划的 五个人里面 只有一个 就是说 有一半以上的人呢 他是需要 这个长期护理 但是从来就没有 规划过 那他们规划的 从哪里规划去了 都是从退休金啊 从红蓝卡啊 从白卡这边 借了一些福利 过来 做这个长期护理的 借了一些福利 他是没有真正去做一个 给自己谋一个福利 他是借了一些福利 那这个就比较贵了 因为你知道 你要是拥有一个东西 跟借一个东西 是完全不一样的 个人的长期护理 规划的 他是 为什么没有人去 经常去问 或者是做 因为他费用很高 往后 这个福利 期限很短 一般你的长期护理计划是 你开始买 你就一直交 一直交 一直交 一直交到 你需要的为止 那你要是从来没需要 这个长期护理呢 你就白交这个钱了 那好 你说我交了 然后我也正好需要了 那我也没白交钱 那他一般只是保您 三到五年 三到五年的护理 那假如说您需要护理 超过三到五年 他这个保险也不保了 而且呢 这个长期护理保险呢 非常难申请 他又要体检呢 又要电话访谈呢 又要这个拿医疗报告啊 就是非常繁琐 他是想说 你买了这个东西呢 你是用不上的 你不用了 那个保险公司赚那个钱 但是 很多我们的朋友 是为了去拿这个 所以非常繁琐 非常繁琐 往后没有任何积累 你放了这么多钱进去 你没用这个 长期护理 他根本就没有传承的概念 就是交了等于白交了 有点像那个 红兰卡啊 或者其他的医疗保险 你要是说 没用上 他一分钱也不还给你 无退还福利 无退还福利 没有积累 没办法传承 这是你正常的长期护理 最少那红兰卡 还有一百天 你这个 你这个 长期护理保险 你要是没用上的话 就都白交了 那你要是用上了 当然说就好很多 所以这个也是一个 非常难 规划的 因为 很多人都想着说 我要做一个 可是一看那个费用 就不做了 然后还是借用了其他的福利 来弥补这边的一个空档 好了 那我说 我们用这个理财规划来弥补这些空档吧 你说我长期护理不行 我这个医疗保险这方面不行 我用我这个 其他的地方 我用401K 我用这个投资 我用其他的方面的一个资金 家里那个现金 我拿出来用 可不可以 可以 但是我们看到这个 投资的风险 就是你买的东西 突然政治来了 突然这个 Tray War来了 突然税务来了 突然改总统了 你这个当初那个 Obamacare 现在不用Obamacare了 很多风险 很多风险 投资很多风险 那你一定要能承担这些风险 就是说 在他这个股市跌下去 或者是你买的这个项目 他亏损的时候 你可以用别的钱 去弥补这个 断层的这个时间 而不是说 在他跌的时候还去拿钱 跌的时候去拿钱 你等于亏了 double了 翻倍的亏损 对 那往后呢 你这个风险管理这方面呢 就是 你除了这个投资这边 风险有问题 你才 你还有其他的风险 比如说 你这个天灾人祸 比如说税务方面 比如说法律方面 这些都是一些风险 你这些也都要算进去 甚至是你有店面 你有车 有房子 这些 投资以外的风险 这些保险 你也要都要保进去 这样才有一个完整的计划 下面就是这个产品 局限 你说你这个我花钱买产品行不行 我把这些 你说长期护理我就买个长期护理行不行 你会发现它的局限性 刚才我说了长期护理 你没用上长期护理 你的钱都没了 往后呢 你用上长期护理了 也就是三到五年 那你说我买这个投资 你买这个股票 他这个亏了 你还是有问题 你说我这个退休金 CNK里我每年算着拿 你拿的时候 他要是股市亏了 你怎么能算着拿呢 所以 这些产品呢 有局限性 所以 可能要把不同的产品 放在不同的篮子 往后呢 多放几个篮子 分散投资 第四呢 常见的问题呢 就是无行动 你看这个人啊 就是 do nothing 什么都不做 还好 在美国这边呢 什么都不做呢 假如说 你哪天需要护理了 往后呢 您这个需要拿国家福利了 需要照顾了 那国家就把你的钱都收走了 往后呢 他给你做 国家给你做 那这样子你会发现 你本来值200万的房子 国家就给你50万就给你卖了 所以 把这些东西拖给国家做 用什么 用国家的这些项目去做 是最贵的 最贵的 所以我们建议大家是 先去做一些事情啊 先做选择 把自己的选择全拿回来 终于说到我 我这个主题了 说了半天 哎呀 这个投资也不好投 往后 护理也不好护理 白卡也不好拿 红蓝卡有费用 你说管理吧 那么多风险 也不知道哪个 哪天就是 疫情还在 哎呀 就是 很困难哈 那保险公司给您推荐了一个什么产品 能把这些局限性啊 这些瓶颈打破呢 他给你来了个生前福利啊 很多人都听过身后福利 刚才我讲了 你这个人不在了 他给你赔一笔钱 生前福利 就完全不一样了 啊 就是 这边有一个list啊 很多保险公司啊 很多公司 他都有这个生前福利的啊 然后我们代理呢 超过三十几家 不同的保险公司 给您寻找啊 最适合您的生前福利 那 新一代的产品呢 利用人寿保险提供生前福利 那这些生前福利 都有什么重要的呢 长期护理 第一个就是长期护理 为什么 因为长期护理 你正常的 就是打工足 你是没有这个 长期护理的这些福利的啊 那你就要找一个 长期护理的产品 那你正常的长期护理产品 还非常的贵 所以呢 你就变成 你要再找一个不一样的产品 那这个生前福利的第一站 就帮您解决了长期护理啊 那第二个呢 他就是 重大疾病 那你很多人说 哎 我有长期护理了啊 但是 长期护理是 六个月以上 你不能自理了 需要人家看护的 叫长期护理 重大疾病又什么 心脏病 中风 癌症 老年痴呆 失明 洗肾 开刀移植 这就叫重大疾病 这个是 来一下子 往后呢 可能过一段时间就好了 可是他来的非常重啊 来的非常重 完全就影响你这个其他的规划了啊 你说这个长期护理影响不影响规划那更影响 但是一般呢都是大病先来护理第二来啊 很少人说啊 早上起来 一起床 就是起不来了 需要护理的 都是先来大病啊 病 好不干净 变成需要护理了 所以重大疾病呢 可能在长期护理之前 你也要考虑了 投资管理 你刚才说了半天 你这个风险规划呀 往后 market timing啊 就是什么时候从这个市场里走出来啊 买低 卖高啊 这些管理 哎 他们给你包在这个人寿保险产品里了 啊 叫做生前福利 风险管理啊 刚才说了什么法律呀 说了这些 税务啊 往后债务啊 这些风险管理 你是很难去控制的 哎 他给你包了 在这个生前福利里 啊 不好意思 这边一个type啊 终身免税 不是终身无事啊 终身免税 退休金啊 终身免税退休金 什么 刚才所有这些退休金 包括这个涉案金 都是要交税的 影响您白卡的福利 终身免税退休金呢 就 没有这个问题啊 直接给您发钱 往后是完全不用交税的 也不影响您的白卡 非常重要啊 所以这个包在生前福利里 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项目 您说了哦 不用交税 不用交税 我也去拿白卡 可不可以 可以啊 问题是 你有没有别的资产 你有别的 你有没有房子 你有没有车啊 你有没有其他的 你有没有其他的产品啊 在你手里 那这个国家会找你要的 假如说没有 你拿一个终身免税退休金 哎 你退休金也拿了 你白卡也拿了啊 因为它不是一个报税的收入啊 债务 债务规避啊 债务规避 那保险里面呢 它有一个保护层啊 就是说你有法律上的纠纷啊 你有债务上的纠纷啊 他拿不着你这个保险里的钱啊 很多人这个他出了问题了啊 不管是政治啊 还是法律上出了问题 他保险里的钱你动不了 他照样拿着去花钱 哎 你就没办法 所以是非常好的保障啊 又回到不影响国家医保啊 我们把这个东西跟国家的一个白卡 综合起来啊 两个都要啊 往后呢 哎 让你整个的这个生前的规划呢 做得非常好 那当然说你用这个人寿保险 做了生前的福利 但生后的福利就不用说了 就是万一你没用到这个生前这些福利啊 大病啊 医疗啊 护理啊 终身退休金啊 现金值啊 你没用到这些 到时候他赔给你孩子的 你交了十万块钱 他肯定赔给你孩子一百万 所以这个传承 也是非常好的一个项目啊 那当然说生前加深后 变成一个现代的人寿保险的规划 那 假如说我们要是给您去量身定制 这个众身收益呢 就是我们要看一下说 您现在都有什么了 有没有白卡 有没有红蓝卡 有没有401k 有没有pension啊 往后您现在收入 有没有能力承担这些 今天的选择 明天的幸福 你今天已经 没有东西可以选择了 我每个月房租交完了 往后孩子这些东西交完了 我没有剩钱了 那我们的规划跟您是不一样的 假如说您现在每个月还能剩下三百五百块钱 那您的规划又是不一样的 有的朋友他现在银行里退休了 剩下的二三十万 您的规划又是不一样的 所以量身定制 帮您选择一个合适的产品跟一个价位 不是说您现在经济比较不优越 没有这么多闲钱拿出来的话 千万不要把自己拉到一个比较高的价位 这样子会对您这些规划有很大的影响 然后呢第二呢就是要马上行动 联系我们帮您做一些规划 做一些就是参考啊 就是学习对吧 你你说我以后准备就是拿个白卡就算了 很好啊 很好啊 但是你这个国家的涉案金呢 包括你现在的房子呢 你出租的房子呢 那你给你孩子留的东西呢 这些都是你需要考量的 而不是说哦 我就推给国家了 你把所有的东西推给国家 你都要考虑说写个遗嘱 因为你这些东西到时候剩下的 你的孩子还是要到法院去打官司 才能拿得回来的 那我这边给您看的这个终身退休金 附加险 就是我们刚才说的一个终身免税的收入 OK 生前福利 刚才讲了 生前福利就是重大疾病 长期护理啊 往后现金值啊 这些生前福利 长期护理啊 他这里面包了啊 就是我怎么赔的 你这些新型的保单呢 都有告诉你啊 你是啊 长期护理一般是说 你的医生要给你写个文件 说哎 这个王先生现在是需要护理了啊 超过六个月需要做轮椅啊 需要人看护 那保险公司就给你一个offer 就说哎 我们可以赔给你多少多少钱 一般这种产品呢 就是赔到保单的面额的80% 那不同的公司呢 有不同的限制啊 像这个我们看这个国家人寿这个公司呢 它是150万的 最高是赔到150万 那我们有代理其他的公司 有的是限额是25万的 有限额是50万的 对 所以这个大家要看清楚了啊 再去做这种产品的选择 那这个里面呢 财务管理的规划呢 现在出来这个新款的产品 叫指数性万能保险 它是保底所立的 就是说最少你有一个多少钱 它是保证的 包括呢 它 S&P500这个指数啊 它大盘的指数往上涨 你也跟着往上涨 甚至 很多产品是没有封顶的 就是说股市涨得非常高 您的钱也涨得非常高 股市亏了 您的钱不亏 所以这个是一个非常好的 财富管理的功能哈 也在现在的人寿保险里出现 仔细看一下这个长期护理的 这个功能哈 在12个月里 12个月之内 医生可以证明您最少连续90天 不能六这种六种 活动里面 有两种不能自理 不能自己在做 那就是属于需要长期护理了 比如说 不能自己进食 不能自己穿衣服 不能自己入侧 不能自己移动 这就是需要护理 需要护理呢 像我刚才说的 可能是最高赔到一个保单面额的80% 就直接赔给您了 那 可能有 我今天没有讲很细 这个人寿保险 到底是怎么操纵的哈 但是有一款叫做term life insurance 定期受限 它只保你10年 20年 30年 这种产品非常便宜 为什么 因为它只在一定期限里 它是保着保你的 过了这个期限就不保了 所以它非常便宜 那 它也保了长期护理 它也保了长期护理 所以 假如说您可以把时间规划好 退休金规划好 您可能买一个非常便宜的定期受限 也可以把您的这个长期护理这一块保障住 就就是长期护理的definition 那 刚才说了 长期护理之前 可能先是重大疾病 那重大疾病包括一些 失明啊 癌症啊 中风啊 心脏病啊 昏迷啊 瘫痪啊 这些啊 都是显大病啊 那 也是一样 它是最高赔到保单的80% 那 除了这个之外呢 今天我没放上去 还有个绝症 绝症显示 你要是在一年 再或者是两年之内 每个公司不一样 有生命危险 它就最高赔到整个保单的95% 所以你在这边看到什么失明啊 瘫痪啊 它还有这个 多重啊 你这个 很轻度的癌症 跟你很重度的癌症 当然是赔的不一样啊 所以去索赔的时候 也要去参考 就是医生给您的这些档案啊 一些 他是怎么说的 往后呢 保险公司呢 会经过 访谈啊 往后跟公司 跟这个医生的审核啊 给您一个 offer 往后您看看要不要赔 因为这些生前福利的话 您不赔的话 您的保单还是完整的 还是可以留给身后去赔偿的 好 说完了这些之后呢 说一些excited 就是刚才我们谈到 这个除了生前福利 这个重大疾病 长期护理啊 这些之外 你还一个终身免税退休金 啊 这个终身免税退休金 你说 哦 我已经有401K的 我已经有IRA的 为什么要你这个 因为这个终身免税退休金 它是保证的 保证的 而且呢 它不交税 不影响你白卡 就是在你股市 在亏亏亏的时候 你可能不想用401K的钱 拿出来的话 啊 或者是你拿出来这个钱 可能影响你白卡的时候 你可以考虑 用人寿保险 这种退休金计划 啊 我这个是一个之前的客人 我只是就是截了个图 可能您的岁数呢 跟您身体情况呢 可能啊 我们的规划也是不一样的 啊 这边有一个34岁的啊 然后呢 他是交2万块钱一年 交15年 那我们看到他在60岁的时候呢 保险公司保证他有16000一年的 终身退休金 一直给到120岁 一直给到120岁 我们可以看看 这个这个客人的哈 他要是移动交了30万 在完全没有任何回报的情况下 啊 没有任何回报的情况下 就是保证的情况下 这个保单在这个103岁 已经退还了 70亿万二了 啊 那真正退还的钱 会比这个更高啊 因为我今天给大家看的就是一个完全保证的 那你说啊 他要是不保证呢 不保证就拿的更多了 因为没把利息算进去嘛 这个是没算进去利息的 您交2万 他给16000 所以这个财富的 distribution的管理 就是说你怎么把这个钱拿出来 不受股市跟这个白卡的影响的话 用这个16000 这个终身退休金条款 在人寿保险里 非常powerful 有很多朋友是现在把之前的那些只有身后福利的保险转到我们这边来 我们给重新打造的一个终身退休金的项目 非常powerful 就是几乎你可以说买断你的退休吧 因为你这个睡觉就是1000多块钱 每个月都来了 不用再考虑说 哎 万一股市不好 你的退休金够不够了 那最后一个产品 我想跟大家分享的 是就是刚才我说的 有一些朋友 他可能有二三十万在银行里 现在也是要退休 也是要考虑护理 也是要考虑这么多事情 那但是他那个钱呢 可能也有其他的用处 可能过段时间会买房子啊 或者是出去旅游啊 都是有一些可能性 所以他不适合做刚才我们这种说 哎 交进去十几年 往后到时候过十几年再拿的 他可能需要全活气的 那这边给您分享一个45岁的女生 一次付十一万块钱啊 一次付一万块钱 任何时候呢 保证 保证退还保费 保证退还 就是说任何时候 您把这个 您存进的钱 什么时候都能拿回来 跟银行一样的 你说你跟银行一样的 我放银行不是更好吗 哎 银行没有这个保险的利息高啊 银行的利息还是要交税的 保险利息不交税 银行没有这个人寿保险 这个产品有人寿保险 银行没有长期护理啊 这个产品有长期护理 对吧 所以你在做一个全活气的一个management 现金的管理的时候 也可以考虑现在我们新型的人寿保险 这种全活气的现金管理 所以希望大家是听完今天的课 有一个概念就是说 哎我要去看看到底外面有什么 能不能再做一些好的选择 啊 所以这就是我想跟大家分享的 对 那今天因为时间的关系呢 啊 就是分享到这里 那希望大家有机会呢 到我们 ifgsuccess.com呢 我们有些video 也是跟大家分享 而且我们啊 现在在招募我们的会员 你要是对我们的这些啊 培训跟我们的产品有兴趣 愿意加盟 愿意代理 那希望大家直接联系我们 因为今天我们讲的是比较广泛哈 没有针对一个项目真的去deep dive 那下次呢 可能我们对于这个 比如说终身退休经济 做一个专门的讲座 希望大家也来听哈 多学习 啊 希望大家可以跟我们联系 那没有朋友有问题呢 那我今天就分享到这里 谢谢 好的 非常感谢王总 那么稍后大家可以到一个 咱们优富人生讲座群里 添加王总的私信 然后呢 我们也可以关注 优富人生的公众号 我们会把讲座视频呢 更新到咱们文章里 那么由于时间的原因 本次讲座到此结束 那非常感谢王总 期待下一次再会 本次讲座是由川瑞传媒 家住美国平台主办 家住美国是致力于打造 全球华人赴美移民 置业的专业平台 感兴趣的朋友们呢 可以去bilibili youtube 喜马拉雅等热门平台 观看我们的视频回放 关注我们 那由于时间的原因呢 今天的讲座就到此结束了 感谢大家的聆听 我们下次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